郭文貴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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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種無人機不用到飛彈 我們也有能力打下這種無人機 但我們國軍一直以來 就是讓國人同胞跟全世界看見 在蔡總統領導下 我們堅守台灣主權 堅決維護台灣的安全 而中國是一再的軍機經濟繞臺 現在連無人機這樣還騷擾 還大張旗鼓向全世界去說他是怎麼樣子侵蒙大吼 相信國軍會用最適當的方式因應 我們對於國軍如果有需要任何的裝備填鋼 也都會全力支持